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拿出来讲 主要是在说一份这个报告里头 一句微不足道的话 让大家看到了曙光 也就是在这个研究机构呢 他们去调查一下 在5月份全球的NB的出货量 已经是开始止跌回升了 终于没有再下滑了 反而是开始往上的慢慢的增加 在这5月份全球的饼店出货量达到了1400万台 这个数字是比4月份还要在微幅增加了6.4% 代表现在全球的NB趋势是往上的 其中在全球的九大NB品牌里头 到底谁的成长幅度是最大的 万万没有想到 现在是落在了台湾的宏肌 不是华硕 也不是联想 以及不是HP 反倒是落在了是在台湾的宏肌 在月增量 这个增加的幅度呢 是来到了60% 5月份的出货量达到了160万台 整整比是比这个4月份还要增加了60% 这点就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好奇说 怎么会 什么样的这个突发点 能够让宏肌起死回生了 接着要先问一下马哥了 是不是跟新人上任有一些关联性 当然新官上任三把火 刚刚这个委员提到 5月份营收成长了60% 两个条件 一个是好变更好 是不是 成长60% 原来就很好 再成长60% 代表你在市场上有大幅的占有嘛 是不是 那要不就是本来很烂 突然间变好 但是如果是原来第一个的话 就是你的股价绝对不会只有在目前的这个位置 一定会大幅的调升嘛 那如果是属于后者 好加上更好的话 这个当然是最好 那如果是前者 我刚刚所说的 本来不好 现在变好 那只不过是反应在股价上 该反应的条件 重点就是后面 他会不会做赚钱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这个委员提到 就是以这2014年全球比键的排名预测 这是巴克莱跟大摩所预估的 以这个宏肌来看 今年的话大概 年贞率是还是负的8.2 但再以宏肌来看 大概今年经过转型 跨足到云端这一块 但是我们必须要认清一个事实 云端这一块 它面临广达的竞争 面临红海的竞争 假设在话 它也不见是最强的 包含在IBM这一块 它可能这个竞争力 是不是能够持续的增强 这个其实后面还有待考验 但是呢 今年我们必须看到 事实上在Notebook这一块 因为刚好碰到XP的换机潮到了 对不对 所以最近可以看到 整个电脑相关的族群 那包含像人保 这些都预估在第二季的营收 大概年贞率都会比第一季 成长10% 可是重点来了 第二季基本上汇率是往上升值的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汇率的条件 那么宏基的第一季EPS是0.04元 那讲到一毛都不到了 那汇率的条件之下 跟最近面板的价格在往上涨 成本的增加条件之下 第二季的获利到底有多少 那对于营收的成长 是不是能够完全在 这个股价上反映 我觉得这边要稍微注意到 我们看一个讯息 基本上宏基 它是属于什么 全职股 对不对 毋庸置疑 大家看看 这几天 尤其今天可以看来一个讯号 在全职股里面 台积电 这个联发科都创新高了 包含什么华雅科这些 世界先进 半导体族群都很强 还有包含这个面板族群 这个友达群创 也是创了一个新高 对不对 另外网通族群也都表现不错 LED族群也表现不错 那你告诉我 再以宏基来看 这个股价到目前为止 虽然没有跌到季线位置 但是在月线之下了 那指数在破新高的时候 它在月线之下的位置游走 那表示什么 表示它的获利可能在股价上 我记得我们之前曾经讨论过 都过宏基 我说一个重点是说 宏基的净值大概22块多 所以之前来到23块附近的时候 各位看到没有 有压 它就出现压力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赚钱 那你的产品 讲实在话又不是让你市场觉得 非常的下可 觉得哇这个产品出来 太棒了 非你莫属 对不对 那我那边讲一个最简单的东西 宏基的价格目前是21块多 对不对 那同样我们刚刚讲 上礼拜我们是不是提到过群创 麻烦这个导播把群创的股价打出来 看到上个礼拜四时候 是不是第一根拉出来 在盘整格局之后 有没有 结果之后呢 盘整完毕 开始往上做喷出 为什么 注意到群创的低迹是有赚钱的 它是有赚钱格局之下 而且它的净值是20几块钱 也就是说净值比的话来看 大概是0.6左右 还不到一倍 那你宏基已经接近一倍 获利又没有群创好 而且以面板来看 至少第二季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是往上走的 第三季看起来引游也不大 也是呈现 包含这次北美地区的 所谓的耶带节的拉货潮 可能甚至于提前 所以对于4K2K这一块 包含大家晓得 在面板这一块群创里面 特殊用途的 不管是医疗 军事的 这些科技的东西 它很多都占有 至少两三成以上 包含车用 你可以看双逼的 几乎都是用群创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条件之下 如果以股价去做对比 那我们就做一个 比较客观去衡量 你认为以目前 虽然群创最近涨很凶 可是如果把战线拉长 再以基本面条件 做对比的话 那你认为 你去买群创的风险高 还是买宏基的风险高 当然不是说宏基不会涨 那我是要提醒大家说 如果当宏基开始 未来成立出现 上涨的格局之下 我们反而要注意到 那这个原来的 这些强势的面板族群 是不是呈现休息 反而逆势往下走低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表示什么 补障股开始起功 那这些强势股 开始回挡的话 就要表示是落跑 为什么 昨天大盘为什么会大幅震荡 一个答案很简单 昨天的证券股大涨 因为证券商大家都晓得 我在券商呆过 大家事实上都很清楚 券商它最后是在市场上 热落了成交量之后 它开始反映它的获利能力 股价开始大涨 所以刚刚韦丁说 今天这个自营商还在大买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自营商玩的是自己的股票 那自营商也很敏感 认为现在还可以玩 多头还没有死 但是要注意到 投资朋友们要了解一件事情 那今天的证券股就黑掉了 对不对 今天证券股马上翻黑 所以表示什么 表示市场还在趋于履性的资金 反而是一些 以业绩为主导的股票往上走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 宏基 我不能说它不会涨 我只是认为说 在这个价值条件之下 还有很多去做 对比价值的股票 你去比较一下之下 就发现到 宏基好像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你说它低不低 我想就有人见识见识 可能在KT指标很低啦 目前从低档 可能有一波晚上做拉升的机会 但是我刚刚讲到 拉升上来之后呢 基本面的条件 如果并不足以去说服市场的话 那可能股价上 还是在这个附近游走居多了 好 不过来看到说 这个宏基毕竟 在这个今年递进 已经开始这个转亏文运了 开始成熟了赚钱 加上说这个NB的数量 已经开始慢慢的增加了 有人在好奇说这个背后的人 带领这个宏基 从这个原本非常谷底翻身的 到底是谁 就是落在了陈俊胜 也就是现在宏基的 全球的这个总裁 以及继执行长这个职位了 很多人买股票 不是去看它的基本面 也不是看它筹码面 技术面也不看 他就是看说到底谁 现在掌舵了这家公司 买台积电 也许他看的是喜欢了张周摩 买鸿海 他也许喜欢 认为比较肯定是落在了 这郭海明的身上 而现在宏基可以看谁呢 可以看到是陈俊胜身上了 这个陈俊胜或许大家觉得 有点这个陌生了 大家非常年轻 之前在这个台积电 以及包括了英特尔都带过 主要的业务 就是落在了是在业务这块 尤其是在中国的业务 他说他31岁 就已经来到了英特尔来工作 短短两年之内 就是被派到了北京之后呢 直接是升任了 这高阶的职务 成为在英特尔当中呢 最年轻 也是史上第一位 最高阶位的台湾人 这个陈俊胜 再问一下是在这个建文了 原本的小经理变成了大总裁 他所有的职位 业务单位都轮掉过 擅长是在中国大陆 通路上这一块 现在宏基缺的就是这一块 就是这一块 是不是能够替宏基带来一些火水 对对对 其实我刚才看马哥在分析那个股价 我那时候想说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可能什么 可能还是要看说 这个所谓领导人 领导者的一个所谓价值 就好像说很多记者会喜欢去访问 那个阿土伯 阿土伯 郭台银好 郭台银好 这红海战 因为红海的股票让他赚钱 然后呢 如果问他HTC 但是我们来看这个陈执行长 这个不是批的 这是Jason 陈执行长叫Jason 我们身边也有很多Jason 不过这位Jason真的不简单 那在Intel十四年 如果说你仔细去观察他的一个 所谓从所谓小经理 慢慢爬上来的过程 你发觉他真的不是一般的人 而且他在做事情 是非常非常的细心观察入围 而且很有创意 那当初Intel一直打不进中国大陆 那个市场 打不进中国大陆市场 然后就派一个小伙子就过去 他先到中关 中关村的时候 他是什么 他去观察 因为他发觉说 其实以前我们会习惯 那个自己组装的Clone 就是我们自己的组装店 他发觉说 在中关村什么CPU都有 什么CPU都有 那也看到Intel 但是Intel的CPU就插在哪 插在保力龙上面 插在保力龙 他就说 插在保力龙不是很容易坏掉吗 那个脚架 那个我们在连连的那个地方 他想说 那好 那我就做个小改变 我做个小改变 就是说 我把他包装请来 甚至什么 因为大家喜欢组装 所以他又加一些小工具 就一战成名 Intel的一个相关的产品 就在中国大陆打开市场 而且他还是第一个保固三年的 所以Intel怎么打入中国大陆的市场 就是Jason 这位执行长 把他给整个拱上来 那观众朋友 你要注意 这位陈执行长 真的不简单的地方是说 他主要就是在业务行销方面 这目前也是宏基最缺的一块 他在Intel到最后的时候 他是任职什么 任职所谓的一个全球副总裁 Intel 90%的一个业务 是他负责的 所以我想 其实陈俊胜执行长当初 当初在Intel做得好好的 很多人要挖他 包含像联想 包含像所谓中心半导体都要挖他 后来他回到所谓台积电 那回到台积电也当对台积电有很大的贡献 那刚好什么 刚好施政荣施董事长是本身就是台积电的 独立董事 对 独董嘛 然后就说 本来这个手忍 对啊 这好好的人材怎么会 对啊 不借我用一个 借我用一个 我就把它挖过 其实 我觉得宏基现在有一个最大的转机是说 就像刚才韦婷提到 他认输了 他认输了 甚至Stan哥 Stan哥是 施政荣董事长 他说我希望陈俊胜功高正主 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这样讲 我希望他功高正主 因为他如果功高正主的话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宏基会焕然一新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说 如果我们从所谓的一个公司的一个CEO 一个领导人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倒是对宏基未来的发展 当然还要一定程度的期待 因为从他过去的一个例子 不过就好像刚才马哥讲到说 那营收要进来 然后那个获利的数字要进来 那他刚好是来补洪基在中国大陆 怎么打都打不进的一个这一块的领域 所以我个人觉得说可以观察 所以后续的这个爆发力也许是可以期待 尤其在中国大陆这一块的营收的益柱了 把他先问一下 李永续再来说整体的NB产业的部分 是不是现在已经可以说算是确定复苏了 可能谈到确定复苏 可能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早一点 他说只是一个短线的 但是如果讲说已经没有像过去这么惨 我相信数字上面大家都可以同意 因为连这个后面的一个红基都上来了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手版上面其实写得非常清楚 就目前的一个红基的部分 在今年的一个出货量的一个部分呢 他大概全球可以排名到第五 可是第一名联想的一个部分 原始上他们当中还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那其实这个部分我跟各位讲一个小故事 有一次我要买NB 然后我就是电脑站嘛 电脑站你修个了嘛 对不对 没有啦买比较便宜 你是去买NB还是看修个了 买NB 那我就问啊 我要那个我是商务人士 我要Archabook他推荐我什么 Sony Toshiba 我说那华硕排到哪里去 那我说那如果我是我是学生 我要那个小股东西 他推荐我什么 推荐我联想 后来结果是什么 那我说那红基的多少钱 联想的 他是这样跟我说说 联想的两万块 红基的两万一 两台都一样的 你要选什么 我选什么 我选红基 因为这就是爱台湾 可是如果说你们问我说 你们问我说 如果说联想的股票跟红基 要选哪去选哪一个站在分析师的立场 我们数字会说话 可以看得出来吗 一个出货量 YOY成长是六点八 一个是YOY 目前还是Milus 只是跳上去了 那你觉得要选哪一个 可是我要提醒各位一件事情 从这个电脑展当中可以看到什么 为什么业务员他第一时间 高阶机种 我不是推你华硕 我是推Toshiba跟Sony 利润 那为什么低阶机种 我第一个推联想 不推你红基 还是利润 所以思想而言 今天一般的学生 真的我旁边那时候就是一个学生 说我要买这个联想的 对不对 我们总不能说 不可以去台湾 不可以买 一千块 一样啰 都是规格 都是一样的东西 便宜一千 所以现在红基 他命连到是什么 我上不上下不下 所以只好 怕当手骨 手骨 电脑用 就是这样 过去的一段时间 其实我们在看 连这个红基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看到其实许多的盲点 比如说当初在推 所谓的一个EPC 华硕推EPC的时候 有人就是说 那不是电脑 那根本不是电脑 后面他们推什么 他们也要推小笔电 那后来平板电脑 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他们也是观望的态度 所以一步一步 慢慢的输下去 那人家华硕在 其实我们现在一样是NB 但华硕的部分 他股价还是很高 当然他有做分割的动作 而且这分割的动作 还比红基分割 尾创还要来得晚 可是华硕 他每年的一个EPS 贡献完以后 他基本上有大量的研发费用 可是红基花到哪里去 花到蓝旗身上 蓝旗花到哪里去 花到广告 所以这当中的差别 都已经猜一出来 那其实刚刚马哥讲的 很清楚 我现在的红基可不可以涨 可以啊 但是涨什么 涨我委屈嘛 因为股价低于净值 其实我没那么糟糕 已经没有赔钱了嘛 但是什么可以 什么时候可以长一个 所谓的真正的一个脾气 太来 我认为还有待观察 嗯 好就代表说目前这个红基 还是有一些这个 向上的努力空间啦 不过现在红基 研发啦 通路啦 行销都相对的比较弱之下 当然情况说 在这个陈俊胜呢 能够扮演一下 这红基的这个 急诊室医生这个角色 能够让这个病人 稍微的赶快 来这个健康恢复了 也希望说能够替骨架 带来一些正面方面的注意了 好广告回来我们就依旧来看到 是在个股方面的表现 大行情之下的9500点 很多人抱怨说 哇没有股票选 也不知道怎么选 当然广告回来我们来看到 是在高胜算的投资数 到底投资哪些个股 你还是具有高胜算 能够获利的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球销售第一车型 福特Focus全新进化 你将重新定义未来 APA主动式路边停车辅助系统 挑战百万等级车款的想象 别说不可能 福特全新Focus 五十九万九起 配备再进级 邀您体验 全球销售第一车型的魅力 FORD 福特史上最长一千零一天 免费试驾Focus 详情请上活动网站 吃麻辣锅又喝酒 让你的胃不舒服了吗 还好 我有准备几位服饰农胶 极卫服饰农胶 迅速包覆您的胃 有效治疗溃疡 极卫服饰农胶 为您保护胃 真男人 真经典 经典台湾啤酒 老爸要出国了 要都在听妈妈的话 那是当男的 老公让你烦身小心哦 老公 我忘了告诉你 你的极卫服饰凝胶 我已经帮你勾在包包里了哦 极卫服饰凝胶 迅速包覆您的胃 有效治疗溃疡 极卫服饰凝胶 为您保护胃 你还有想象力吗 让想象力变成学习的动力 全民音简 屡创家机 到佳音体验故事屋 或数位互动教学 想好理二选一 发现独特性 创造影响力 佳音英语 夏天怎么办 凉拌 夏天凉快好伙伴 7-11国际啤酒节 进口啤酒 任三件七九折 夏天就是要 7-11凉快 7-11限定啤酒 特价199元 台北车展 优惠促销车展独享 南港展览馆只有四天 怎么这么好 因为4G来了 现在办台湾大哥大4G专案 享受急速下载 还要买video好莱坞强片免费看 可是要换4G手机耶 现在换HTC ONE M8 4G全屏手机 只要5千4 超划算 而且网内通话也免费 哇 这么多优惠 台湾大哥大4G专案 免费看电影 讲电话 还有手机折教 加码再送4G上网吃到饱 不降速 只有现在 Change for the better 台湾大哥大4G 台湾大哥大4G 网路实测 好评不断 欢迎体验 欢迎再度回到了 这个三例情维财经 我们依旧是来进到 这个挑股时间了 这个台北股市 9500点之下呢 很多人抱怨说 这个行情太高了 这个大行级之下呢 手上即便说有资金 但是也是不敢进场 没有这个GOT 没有这个勇气哦 因为他不知道 怎么样去挑股 因为很多的个股 都已经创下了 波段新高了 很多的投资客啦 以及包括了这个专家 都建议说 啊这个如果股价创高之后呢 就千万不要再追高了 但是这样思维 是不是要做一些改变呢 因为其实我们透过手感来看到 很多创下新高的公司哦 如果套用法则来看 多半其实后续都还是往上涨的哦 就代表说追高不见得是不对的事情 我们就来看到说 抓出了这个最近1000个交易里头呢 台北股市只要有创下新高公司之后的行情的表现 从这个第一天啦 第三天啦 以及到了后面60天的这个变化 多半上涨几率哦 接近了五成哦 在这平均涨幅非常明显看到了 第一天之后呢 这个平均涨幅0.4% 到了第六天都还是不到了一个百分点 但是第十天过后呢 有一些改变了 在第十天创高个股后十天 平均涨幅冲到了1% 如果是后60天的话呢 平均涨幅还是有3.21% 代表说这个创高的个股 它就是强势就有这么能力能够往上的涨 如果是跟其他的所有公司的平均涨幅来看 其实都是比较高的 第一天呢 是小涨了百分之零点四一 其他公司是小涨百分之零点八 如果在后十天的话 在这个创高的公司呢 是百分之一点零九 其他公司是百分之零点七九 再拉大一点点的话 60天的话呢 差别最大了 百分之三点二一是创高公司后60天的平均涨幅 但是其他公司只剩下了多少 剩下了百分之一点零八 相差了三倍之多 代表说现在追高 这个强势的个股或许是另外一个高胜率的投资数 我们就来看到说了这个股价强势就必定有它背后支撑的原因 有哪下的个股高胜算的投资数 包括了上市在康书啦 博汉 矽格 汉权 经济 以及包括了微强 都是最近股价还蛮强势的 都有超过了一成以上的涨幅 都是在最近一年的行情 所以先来问一下马哥了 马哥看到是在汉权嘛 今年的涨幅百分之三十八了 比大盘强上了非常多 今年大盘也不过上涨了百分之八 本益比不到了十三倍 还算是蛮中低阶的 法人有在关注四百九十一张 题材念OK吗汉权 我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说 当我们看到指数在九千五百点的时候 你要注意到一个事情 刚刚我听说可不可以追高 我认为可以追高 条件是这些股票的背景因素是什么 比方说我们刚刚看到这几档股票 各位注意到 六月份的营收我认为都不会差的 基本上公司是获利赚钱的 像经济来看 第二季的营收 这些可以创新高的机会都很大 那系格也是一样 因为有这个联发科的这个 做后面的这个靠山 包含康书这些 那当然我们待会跟各位讲 但我要先强调一个重点是说 在这边你不见得说 你一定不敢追高 没关系 但是我告诉各位 弱的股票你要杀低 你一定要杀低 对你千万不要以为 指数到这边 你的股票有轮到机会涨 我先讲一些比较 这个实际的东西 最近平概股很凶嘛 鸿海创新高 大力光创新高 新浦创新高 对不对 好我们来点几档股票 没有创新高 反而跌到季线之下 麻烦导播打一下 2313的华通 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 好华通看到没有 他到现在没有创高 在季线之下 5371的中光电 麻烦打一下 各位看一下 在季线之下 有没有创高 没有嘛 跟大盘有关吗 没关嘛 你买到这种股票 靠都没法塞 再看看3044的见底 来看一下 他在季线之下 6269的台峻 各位看一下 在季线之下 6230的超重 我们来看一下 他整理多久了 你去看看这些股票 同样的 注意到 如果你的股票 是中小型的股票 爆大量 超过周转率 连续两天以上 超过周转率 20%的话 那你更要小心 看一下这个1533的车王电 麻烦打出来一下 上礼拜是我们在节目中 还讨论过这档股票 当时我跟各位说过 这档股票你注意到 开始连续放大量 对不对 各位注意到 车王电的股本 去计算的话 上个礼拜 的周转率 高达65% 那你看看车王电这波 从88块的9毛钱 跌下来已经跌了10%了 已经跌了超过10% 你不要看它好像还在高档 它已经跌幅超过10% 表示什么 放大量的股票 要注意到 要小心一点 所以你先把这些股票 好好检视之后 我们再来回来看看 探讨这个汉权 8203的汉权很简单 刚刚讲到 本益比目前只有12.6倍 当然不是说 本益比地久是一定是好 但我们刚刚说过 它的业绩题材在什么地方 第一季的EPS是1.06 年成长率41.3% 创了六个季度的一个新高 营业率年成长33.6% 季增是13.7% 5月份的营收 年成长率20% 月成长是9.5%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不管是毛利率 营业率 甚至于营收 都在往上做成长的条件 当然配息的话 因为今年很多大股东 为了结税 因为大家晓得 你不配 减少在58%之下 比超多的 对所以尽量配 但是它配的 殖利率并不是非常高 为什么 算起来大概3.4个百分点 7月28号是除息 7月28号除息 但是焊权是做内构件的连接器 应用在面板 NB电脑周边 大家注意到 面板NB这块 好像都是复苏的 对 都是复苏往上走的 景气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在工业用的地方 包含什么 车用电子 在什么胎压针热器 倒车雷达 大家大概很少讨论到焊权 只会看什么维生 这个建林 大家都忽略到这种股票 那这种股票 跟胎压针测 还有倒车的 它都有 另外它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车用电子方面 它跨出到什么地方呢 注意到 跟这个所谓的 包含这个什么 双B 德国的双B Toyota 它也打进去到这里面 它跟台韩的面板大厂 跟电源供应器 台达电 都是做长期合作 另外反正估计它第二季的营收 有希望激增10%到15%之间 比第一季成长 所以上半年的EPS 第一季的EPS是1.06 所以上半年加起来 大概是可以预估到2.2 所以比起来 今年的预估 EPS大概在4.6到4.8之间 为什么 因为下半年 它比上半年更好 而且注意到我们刚刚所说的 毛利率会来到第二季 大概成长到32%左右 推出全球唯一的手机加密线 是经过美国的商务部认证的 有哪些人在用呢 三星跟联想的手机 都有用汉权的所谓加密线号 另外我们刚刚讲到 预期今年的下半年 基本上电子股的忘记来的情况之下 十一长假 耶诞节跟新年 4K2K的热销 加上Notebook的换机槽 车用电子跟LED的照明 都会比上半年要好 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到 它的车用电路控制板 已经打入了双B跟Toyota 而且目前已经取得了 Apple MFi的资格 可以开始生产 iPad iPad 还有iPhone的配件 目前也开始开发新的线材 所谓充电的备盖 跟储存的一个装置 也开始送到Apple去认证 所以大概预估 第四季可以开始享用的出货 刚刚听马哥讲汉权 不管题材面 基本面 好像都好到爆炸了 如果不追 好像对不起自己的感觉 一样 汉权当然是有它的力气点之外 我们来看到是在这个系格了 系格是非常标准 这个联发科的这个供应链 跟这个晶元电视一样的 在今年的涨幅算是蛮多的 百分之五十二了 很多人不敢追了 但也许它基本面有跟上了 这个再问一下建文了 这个建联发科创下新高 联发科还说下半年 会比上半年来得更好 是不是也是一个 基本面好到爆炸的一个股 其实我还是看产业 那如果说看产业的话 其实以目前看来当然是什么 当然整个一个封测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个股 其实是慢慢上来 其实今年以来 你可以从半导体 整个上中下游来看 的确这个族群 是相当的一个热 那如果我们从系格来讲 其实今年的涨幅也涨了一段 涨了百分之五十二点四三了 那本益比十三年一 其实还好啦 所以如果就我来讲 因为系格也好 或者是以前我们在讨论 铃声晶圆电 这种二线的风车 其实股性都不活泼 但是今年就很活泼 所以我认为说 如果说观众朋友 你要操作的话 因为整个半导体族群 就是从上中下 都是很热的状态 它还是会轮动到 再加上说我们在看法人的一个操作 的确的确在这边 对风车好像情有独钟 那就持续的在买 至少至少我认为说 它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支撑在 所以投资朋友 如果说你要操作的话 我倒是不会建议说 去做一些股票 你可以去观察说 事实在震荡的过程当中 你要布局 你才去布局 那至少我认为 我认为从电子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旺季来临 还有相关的应用来看 这档股票是可以留意的 好 这个健文 这个随时都能够接招 真的很不简单了 除了包括了这个系格之外 我们来看到是另外一档了 是这落在了这个康书的身上 康书其实在今年当中 涨最多的一档将近是一倍了 百分之九十五的涨幅了 这个本益比十七点六 好像已经有点偏高了 这个法人买超五千五百八十二 都还算是有在关注 这康书有什么持得可以去追高 题材很多 业绩普普 但是很会飙 那法人看到的是什么东西 我常常讲说 公司要赚钱之前 一定会有人先知道 那先知道就会进去卡位 你就觉得他买得莫名其妙 后面EPS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那当然康书的题材很多 比如说Tesla相关的电动车 那最近的一个题材就是 这个各个停车场准备怎样 用这个所谓的一个充电桩 那里面就是用他的 那么其实从股价技术面上面来讲 其实也看得出来 因为昨天这个行情是云霄飞车 上冲下行 但是康书他基本上是小跌 那有些时候股价 他就反映很多的东西 像我们看我刚才做股票的时候 一个先拜跟我说过 多头市场记住两句话 不用怕热 热才会飙 不用怕热才会飙 什么意思呢 不要怕高 因为多头市场就是不断不断创新高 对啊 那什么叫做不用怕热呢 不要怕市场太热 因为就是要有量股票才会飙 否则我们常常就是很没有 就是买一个冷门的股票 然后手机丹没人 真的该轮到我了吧 然后每天看来被股市涨 就是没找到自己的股票 冰够了没 就是还冰不够 就是这样 每天那个大盘一回下来的时候 这些比较弱势的股票 它就掉下来 其实以其所所谓的一个追高 因为高跟低其实是不存在的 一百块的涨到一千块 一千块的涨到两千块 有没有 有啊 对不对 那两千块回头看一千块 它是高还是低 但是你一千块看一百块 是高还是低 所以高跟低不存在 倒不如 以其所所谓的追高 倒不讲说买强卖落 那空头市场也是一样 不要觉得股票会跌到地板 地板还有所谓的地下室 那有一个阿嬷跟我说 不然存骨头的 骨头还有骨头乎 所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那其实换个角度想说 如果说当你看到 像因为我们今天讲这个是投资数码 当你看到每天做公车 每天做公车 不断不断创新 它都是同一个族群 你再去看它的营收 Bingo又很整齐 比如说之前的连接器 之前的车用电子 或者是在这个相关的一个 所谓比如说NB的一个零组件的部分 它又很整齐PCB啊 软板的部分 它其实往往背后的那个力量 族群心就足以让这个行情 它涨一段 比如说最近的生计 真的啊 你单看一支两支可能不准 但是一个族群 都有共同特色的情况下 很有可能 你就选对这一波的一个主流股 好 所以就可以去看这个族群 来挑到这个个股了 就刚刚李庸说了 在股市当中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所以今天里喊到零万五千三百点 也不见得 不可能啦 提供到来餐口了 我是韦婷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小叮当即栋逼选节来咯 还有雷神战鼓秀 及同万水乐园咯 快来小叮当酷量一下吧 2014夏恋嘉年华 嗨 我是梦翔 2014花莲夏恋嘉年华 7月12号 晚上7点 我们就在花莲室 六期重画区 因为无见不散 和你朋友 接下来 亚洲最大音乐圣会 7月5号到13号 花莲六期重画区 等 在等 头发的白鹅 网路两饭店 大买家 只有飞金改造 还不够 买大汉飞金改造系列豆腐 就对了 每一粒黄豆都有身份证 单一品种 食品级的顶级黄豆 单一品种就是纯哦 大汉豆腐 大汉 家庭采买 需要这么累吗 网路两饭店 大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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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人的心哪漂亮 酒 就会漂亮 土地哪漂亮 酒 就会清香 有年了喝 有年了喝杯 感动一世人 金门高粱酒 大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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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买家